大王叫我来寻山 我是钱丽华,又来与大家见面了 早上好,探友们,今天是2020年8月7号 我今天休息,早上大概现在是8点多左右 在外面转转来找早饭吃了 发现这里有几个摊位 这里一个卖鲜饼的 老板,我还要等几个 你是先拍照再买饼 我要拍,我也要买 有四条标准 第一是卫生,第二是味道 第三是操作技术 第四是服务质量 这个四条标准就能利于不败 另外呢,味道里面还有很筋道 所谓面肉有筋道 火扣 酱要多,但是还不能咸 酱呢,专家现在不是给我们制造早餐 比早餐的标准的配方式 配比是什么呢 鸡蛋,坚果加水果 其实在30年前 我这个里面就是松子人和桃仁 外加两种果酥 专家可以说现在才讲 我走在专家的前面 你这个做一个煎饼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分二十秒 一分二十秒一个 最快,最快,一分二十秒 因为还有一个火扣 长得好 所谓就叫火丸煎饼 火丸煎饼 火丸煎饼 我这个地方有的都是 顾客上去我的名称 什么艺术煎饼,烤盛专用 运动员专用 都是这些 这是什么油 这是最正宗的福玉麻油 正将做煎饼的最后我用麻油 现在外面这一个人使人不放心的 就是油品 油的品质 对 是吧 在斩着的话呢 可以 这些都是用心用情 不是品嘴酥的 是吧 特殊的东西就是要与众不同 好的 嗯 这个酱都是自制的 所有的料都是自己自制 嗯 油是呢 韵南的野山椒腊油 喜欢吃辣的 是最开心的 嗯 好 好 像我这个呢 他在第一个花前 买不到这种味道 也感受不到这种感觉 我三十年 我的顾客来 有一半是带着情怀来的 嗯 有的是在国外回来 就牵挂着我做煎饼 有的呢 把煎饼带到国外 带到深圳 是吧 这个就是家乡的一份情怀 电视台灌银 咱们叫煎饼大人号 嗯 电视台灌银 煎饼大人号 嗯 电视台专题报道 8分半钟 要在央视就是上百万 哦 是啊 郑江电视台两次报道 老味特色煎饼果 三十年如一日 你这个摊位 没有 没有那个 这是固定的摊位 对的 我们是早餐疏导点 是 固定的是这个 四排楼街道 九里街 早餐疏导点 这个叫早餐疏导点 叫早餐疏导点 嗯 早餐疏导点 定点 定点 永辉对面 四排楼街道 九里街路口 永辉对面 早餐疏导点 你这个营业的时间 十五点 都是几点到几点啊 早晨六点钟 准时就有 一直要到十一点钟 下午才收摊 十一点 下午 下午还来吗 下午要在家 用心的好抢 我呢 还有一年半呢 我就要退休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希望呢 有志于煎饼司机地 来加入我这个行列 另外呢 我也想带出我的一个 所谓关门地址 好的 我的煎饼好了 我的煎饼好了 高峰确实不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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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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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